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而这一天也是好日子 因此有许多的候选人都选择在这一天 举办了竞选总部的相关活动 首先让我们来看到县长选举的部分 争取连任的花莲县长徐真伟 5号是在花莲市的中正体育馆 举办了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活动 地方许多人士都到场表达了支持之意 而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在现场表示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国民党所推荐的 五星县长头衔的妈妈县长徐真伟 让花莲县能够更加的幸福温暖 5号下午花莲县长候选人徐真伟 在花莲体育馆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多位国民党大佬以及民意代表政商界人士 也都到场支持之意 现场民众超过千人 神秘嘉宾朱立伦也到场为徐真伟 披挂彩带 并且呼吁花莲的乡亲 能够让县长徐真伟再次的连任 照顾花莲的乡亲 给予更多的幸福与温暖 真正全台湾最好的五星级县长 大家说的对不对 他对花莲的长辈的照顾 就像自己家的女儿妻一样 对花莲的下一代的关心 无为不自 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 他在照顾花莲这个家 不管是财政 不管是教育 不管是建设 不管是招商 不管是每一样事情 都是像妈妈照顾这个家一样 把花莲照顾成为一个幸福的家 地委夫婚企也呼吁乡亲 能够全力支持 国民党所推出的县长候选人徐真伟 因为不管台湾如何 都会永远站在花莲 为乡亲服务 再给徐真伟 一个努力服务的机会 再给他四年 为所有乡亲 尽心尽力 为这块土地 爱乡爱土 把我们所有的建设 一步一步把它完成 让幸福美丽的花莲 永远在台湾 发光发热好不好 好 选战进入最后阶段 县长参选人徐真伟 也受赞情给各乡镇的后援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也强力的推荐 拥有五星县长头衔的 妈妈县长徐真伟 再次能够连任 为花莲带来更多的幸福与温暖 记者凌桀 花莲市采访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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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莲市采访我到